9屏 那9屏先不教了 這個另外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也快速做一下 你看我這邊畫的線 畫的線 很簡單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一下好了 首先 鋼筆工具 你看 我這邊是不是只有畫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千萬別從這個地方 這樣畫一個封閉線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好 首先 我們就先畫 用鋼筆工具 畫出來 你可以在我這旁邊畫 第一個點 然後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第四個點 然後ESC 對 ESC就是結束 你知道我們在畫什麼 展示架 我們在畫一個展示架 可是呢 你是不是希望直接延伸過去 對吧 就是來做這件事 因為剛剛不是都在做回轉嗎 我們剛剛在介紹那個轉的功能 可是有沒有可以延伸過去 有 可是你現在要先把這條線改成什麼 出翼筆 這條線我們改出翼筆 因為很快就做完了 我們做一下 首先 首先 這條線 可不可以設出一點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不是用這個工具 選 選到這一個線 請把這個 那個一批p擺乾更大一點 比如說 30批p 20批p 20批p 太多了 14批p 可是呢,這個PT,請稍微注意一下 你會不會希望這個地方,這個線段不要太尖銳 因為我們通常也是做有點圓弧的 筆劃吧,筆劃這邊,這邊這個端點 剛剛我點這14PT,筆劃,然後先把它改成圓 這個圓,就是還有這個尖角改成圓 就是我不要太尖銳 好,可是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現在還是一條線 這是一個整個面積上往那個方向去延伸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它轉換 好,怎麼轉? 直接物件,這邊有一個展開 展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要把它變成我實際的一個形體 所以這邊點展開 然後直接點確定 就是說,不管它有甜色的內容 全部都變成是它要的 本來它只有很細的那條線 當你放大縮小,完全不會改變 可是當我現在只要一展開 就是物件底下的展開 確定,它就變成一個 有看到嗎?這個物件 重點我是要透過它來去做展示牌 展示那個架子 所以,效果3D 突出與斜角 浴室 你要不要再長一點 那個展示架 在這邊突出的深度 好,如果你要再長一點 在這邊突出的深度 好,稍微大一點 好,稍微大一點 再大一點 好 這樣大概知道我在做 然後,如果你今天稍微旋轉一下 因為我們會希望那個 會希望 好 這邊一定要講光 因為通常光這樣子照過去就沒意義 是不是要從這個地方照過去 這一面要亮的 你不可能站在那個 這邊也沒辦法貼東西 一定是這一面 我要貼東西 怎麼貼 所以我們要調亮一點 那個光從前面打上去 好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更多選項 一定要把那個光 光現在是不是從右邊這樣打過去 有看到 我是不是要改到左邊打過來 看得懂這個光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點移到左邊 移到左邊 然後 然後 有比較亮了嗎 有 好 確定 可以嗎 那 展示架和你要做成什麼顏色 現在他們做出來展示架 都做那個電子式的 就是它上面 它其實可以 描述的後面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 After Event 我現在想說 明年如果有機會 我們來挑戰一下 你就會發現 那個 反正就是 反正就開始玩一些 像大陸劇 像那個什麼 之前被流行 穿樂劇 像什麼 三聲三四 那種 禮物流到 那個 反正要美輪美幻 那全部都是 用After Event 後製作出來的 好 這些都是 它要結合 Potoshop 它要結合 After Event 全部都結合在一起 甚至